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谁啊 姐 梅子 你怎么来了 我是来跟你道别的 告别你要去哪 那先起来再说 去哪儿啊 你要回澳大利亚了 小慧 谁啊 姐 阿姨在旁边啊 姐 我想跟阿姨道个歉 免啦 你陪我去 姐 你卧室在哪儿 在那边 好 给我一分钟 一分钟 干吗去啊 我有事 你这是 快快点起 快点起来 梅子 你这又搞什么鬼啊 走吧 姐 干吗捂着脸啊 那表达气呢 走 姐 妈 妈 那个 梅子想跟你道别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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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你要是来澳洲 一定要打电话给我 好 我送送你 姐 一定要来澳大利亚看 好 在你吃看袋鼠 还有考拉 我看你就像个小袋鼠 记住遵守约定 贵的 别担心 长大了 不许再扎那小辫子了 不扎吧 好费时间啊 你结婚记得要告诉我 我要给你个大大的惊喜 好 谢谢 这就是 一定要取得阿姨 你良心不安的 放心 走吧 别忘了 有好消息告诉我 娶了阿姨 把她带到澳洲 幸好 叶姐 跟阿姨说拜拜 你一定要来澳大利亚看我 好 你说 越商 fail 再谈到他 你即使动 我还不能在想 别别别挂 我不挂得挂 哎呦 你装得挺像的 没没有 我这个开个玩笑 逗你的 你可真行啊 孩子们在家吗 没在家 已经宵禁了 我已经到你楼下了 你准备接家吧 楼下 现在我知道了 马上接家 你先去 洗 洗 洗 别着急 别着急 我女女又不能急 再看看啊 这个地脱了 装扫了 花椒了 气儿换 味道对了 衣服洗了 就连老弟的坚持也摘掉了 宝贝的脱鞋都备好了 准备洗 接家 这屋里便要夸不开了 你怎么不开门呢 你磨叽什么呢 收拾后宫的 看看 这屋里变化不小啊 怎么样 不错 不对 怎么不对 这味道不对 这不是我的味 这就你一会儿啊 我用完了 刚刚喷点花露出来 哎哟 那正好 我给你带了 我今天正好给你买了一瓶 嗯 以后啊 就用它了 我告诉你吧 这个味道啊 代表我的存在 哦哦哦哦哦 好 我知道了 必须存在 我出去买这一箱啊 哎哎 你别喷哪 两种味道掌合在一起 会不好闻的 为了让你存在 你的味道 必须压好它 哎 哎 你看 我给你带来什么 嘿 这是你的生日礼物 你又给我下药 这不是让我手短吗 行了 打开看看 解蜂蜂 太棒了这个 嘿嘿 一看就是羊绒 对啊 我得包装你 是啊 我告诉你啊 你冬天穿上它以后啊 可暖和了 没错 我光吃它不穿羽绒服 对啊 嘿嘿 好 谢谢了 这个我收起来了啊 哎 嗯 真不错 我验收一下 嗯 地脱了 床扫了 换气了 焦花了 香水喷了 衣服洗了 桌子擦了 剪纸没有了 哈哈 乖乖 你终于和我的节奏同步了 我这个 值多少分啊 我给你打一百分 耶 行了行了行了 咱们不说这个了啊 你说待会儿我们吃点什么啊 吃点什么 嗯 让我想想 嗯 当然是九糟鱼了 九糟鱼 我错 等等 你洗手了吗 洗了洗了 洗了 哎呦 你这手上怎么那么黑啊 哦 没事 刚刚擦皮鱼刺点鞋油 哎呦 那怎么能煮鱼呢 马上洗 好好说啊 哎 老马 你先用药造型啊 哎 然后再用刷子刷 我用针 我去针 妈 我承认 我以前在您和瑞妮的问题上 做了许多不该做的事 说了许多不该说的话 但是在梅子这件事上啊 我觉得瑞妮这个人 是个证人君子 您看啊 她在我们单位工作也快两年了 这上上下下对她的评价都非常的高 工作认真 为人诚恳 而且她知道您离嫁出走之后 没有一天不出去找您的 嗓子都喊哑了 哦对了 有一天晚上啊 她为了等您 在咱家这走廊里睡了一个晚上 您妹妹都跟我说了 妈 您就让瑞妮留下来吧 我觉得她适合您 小和啊 妈怎么觉得 你态度改变挺大的 妈 您离家出走这几天啊 我突然觉得我们这兄妹三个人啊 就像是没了家的孩子 我想过了 什么是孝顺 孝顺 就是要顺着父母的心愿 小和啊 小和啊 你这么说妈挺高兴的 你对妈这番心意啊 妈挺欣慰的 你放心吧 这事儿 妈知道该怎么做啊 你听我说 你一定要听我劝 听人劝吃饱饭 你明白吗 人不能太过去 阿姨 别打扰我去 你这干嘛呢 撒衣裳呢 我上次没跟您聊成 我看今儿这天不错 也是个好日子 我要跟您聊 回去吧 没心情跟你聊 要不站不站吧 你跟当事人聊 阿姨 跟您聊完就都解决了 当事人的敬礼 равно 您会儿女的力量 我又在嘴巴 你拥有的 你拥有的 我找我 我知道你的压力很大 我也知道是因为我 你别这么说 梅子的事情都已经说清楚了 没问题了 梅子的事情是已经解决了 但我解决得不够及时 这是我的错 芮妮 我想还是实话跟你说了吧 其实 我喜欢另一个人了 我不相信 真的 我没骗你 是真的 我不强求 但我会继续等 等你和她分手 你还是我的 你还是去找一个 你喜欢的女人 我花了四十多年的时间 才找到你了 你数人就把我认了 我还是觉得我们做朋友比较好 我希望让你做我的朋友 更想你做我的妻子 咱们国内有这么多的男人 你妈妈干吗要找个老外呀 也不怕人笑话 是这样 阿姨啊 你看 子大宝 我爸呀 过世以后这么多年了 我妈从来没有想过再婚 我这瑞妮啊 这两年跟我们家这接触过程中啊 我慢慢慢慢觉得这人啊 还行 挺时尚的 所以我们全家就慢慢慢慢地接受她 反正这个事让大家觉得匪夷所思 咱不要因为这件事啊 影响到梁子和我妹的婚事 您说对吧 要说也是 其实你妈妈这婚事 跟我也没什么关系 我也管不了 但是你别忘了 我儿子的事我能做主 两成的妈妈 她 我一切用不了 你 再说 不要 没有 一 我 这是 我 当然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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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你给我 三 périывать 你说梁子和我妹 马上就要结婚了 您现在突然跳出来反对 你说两个孩子多痛苦 有多难受啊 是吧 所以呢 我希望阿姨您呢 能够 再慎重地考虑一下 照顾一下他们的感受 是吧 你说这话要显着吧 显着我这人特别自私 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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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一辈子 我都是为别人而活着 我为了这个家 为了我的儿子 你可能也听过 一耳两耳的 关于我儿子跟我爱人的事情 所以到这个时候 我认为我没做错什么呀 我只是不接受 对对对 对吧 对 我不接受你 你妈妈找这么个洋人 对吧 是 就因为我们家这事啊 给您造成了不愉快 不高兴 我向您道歉 不过呢 我 我给您也说说啊 您看 这个 您给他们小两口 留一空间 是不是也给您自己 留了条路啊 如果我儿子跟你妹妹结婚 我跟你妈妈就是亲家 多好啊 拉倒吧 你们家这会许妙门 我高喊不起 结了婚 我怎么跟我这 亲家走动呢 这抬头不见 低头见的 忒难受 说实话啊 我之前我跟您想法一模一样 总是在心里说服不了自己 过不了这坎啊 可是现在您看 我接受啊 我觉得他们俩挺好的 人是可以改变的 你接受并不等于我能接受 你说你妈妈什么岁数了 这明儿要是跟着外国人 上国外去住去 吃那牛肉他们都 都拎框了 生啊 还有血 行了 你别绕了 你妈的事啊 还是让她做主 我就是想跟您 把这个道理讲通 只要您不坚持自己的观点 咱只要不影响梁子和我妹结婚这事 就好了 那你让你妈妈也退了 这么着 你让你妈妈跟着老外 分开 我儿子跟你妹妹 马上你来交 我妈和这个瑞妮的事 我们做子女的 我们都接受 您这儿反对 是不是有点这边缠莫及啊 现在这些孩子啊 你说这个 完全可以不顾及您感受 我心我素的 最后最后您不是还得接受吗 我儿子不会那样啊 您就成全他们吧 咱们今天就谈到这儿吧 我不想跟你谈了 全都是车胡落话 想把我绕进去 你先回去吧 您同意了 那是不可能 还坚持呢 少了这一头 对待老同志要有耐心 我知道我今天 我不能说服您 您您您放松点 放松点 小小伙 阿姨 那 那我走了 我妈 来今晚再来啊 阿姨 小小伙 小伙 别生气啊 千万别生气啊 鱼木脑袋棍 终于解放了 碗子 是 老马家男女主人来了 坐 你不擦擦就坐啊 擦过来 那好 那我给你擦擦手 不不手也擦了 太好了 没想到养成习惯了 坐坐坐坐 我跟你说啊 这个 到这把岁数了 我才意识到 这爱情驱动得像高铁一样 又像是洪水泥石流 势不可挡 你觉得这种感觉好吗 感觉好 老马 其实我挺开心的 你这么做啊 看似是小事 其实呢 是对我的一种尊重 行了 你别夸我了 咱们这叫感情互动 是吧 那个 这事儿 你和孩子打过招呼了 其实昨天我想说来着 可是我看见我们家孩子呀 情绪不太好 我就没敢说 再找个时间吧 不过这事儿你放心啊 这件事情我做主 我跟孩子打个招呼就行 是吧 反正 恋爱这事儿是吧 你不能光脸不爱吧 谁说的 我连你的内衣都给你洗了 还不爱啊 反正我现在是一天到晚 都是傻小子睡单课 这么久了也没点干货 其实我也想去啊 不过咱俩还没达成协议呢 是吧 还需要点什么协议 我肚子有点饿了 咱们找个地方聊聊吧 先吃饭 是吧 就是啊 走走走 我告诉你啊 我发现一个特好的炉煮店 是吗 真的真的 走走走 我最爱吃炉煮了 低压有点高啊 低压高不好 你是不是没吃药啊 不是 这两天有点乱 有时候会忘了一顿 那不行啊 以后我就是你的保健医生 医患关系要搞好啊 你要配合医生 该吃药的时候吃药 是吧 你身体好了 对吧 这多做几项发明了 你对顾佳就是做贡献嘛 对我也是做贡献 是的 是的 好的 我替你这个保健医生的话 你要尊重医生 你要不听话 冠心病高血压就来了 这个不骗人的 这个不是吓唬你 雨娟啊 这些天我也在想 这个事啊是我引起的 我也是有责任的 但我还是希望你 不要再去干涉老鼎 和你儿子的婚事了 好不好 你这用词都不大 怎么叫干涉呢 是吧 其实我也是想退一步 如果我儿子真的是 喜欢这个小小小慧啊 愿意跟他成家结婚 我这个当妈的有什么办法 好好好 我去吃药去了啊 来干 这儿真有情调 咱俩可以在这儿摸摸搭了 行吗 真是有感觉 这地方特是适合求婚 这求 你今天是不是让我求婚呢 是啊 定婚戒指呢 定婚戒指我还真买了 在家搁着呢 你要通知我 我就带上了 干脆把婚线给求了 我让你浪漫一回 借着回去再补杀 就是 先把你给拿下 底子 底子 不要装了 我没看错你 我就知道你心疼我 要不咱俩小铲一下 留个美好的回忆 那就小子 我特别感谢丁姐 我也是 要不是他帮忙 咱俩不会认识 没错 就是老丁 把我们两个天涯冷落的人 最后给我们撮合到一起了 真的 对吧 我告诉你啊 既然咱说到这儿 我特别想问你一个问题 娘子你说 你对我是喜欢呢 还是爱呢 你告诉我 那你对丁姐是什么 道义原主 这是你的心里话 心里话 心里话 明确 当然明确了 那好 既然确定这是你的心里话 你给我 是不是写个保证书啊 你这是不是搞得气 有点紧张了呀 原谅我 爱情毕竟是自私的 我这么做的目的是 给我上个保险 嗯 我呢 要找一个爱我的老公 你懂 如果我写了保证书 你就嫁给我 嗯 那我马上就写 冯元 我拿点纸 拿点笔 你别嚷嚷了 笔和纸 我已经给你带来了 你是有计划的 是啊 来 有一条我得提前说好 写了不能反悔啊 落笔你可不归我了 一定的 那怎么写啊 娘子 姐 我爱张云瑶 我们结封后 嗯 彼此真诚呵护对方 绝对不做对不起他的事情 不做对不起他的事 哎 第二 第二 我照顾 我照顾 丁几时 一定要带着张云瑶去 带张云瑶去 去 去 对 第三 不许不及变化 不许不接电话 电话 不许不打招呼 我 玩失踪 不 不打招呼 你这不平等条约啊 不打招呼 玩失踪 还有呢 还有 没了 没了 对 就是三点 怎么样 简单吧 那我签字啊 签字啊 马 大 欢 我跟你说啊 嗯 这保证书要是写好了 你要收了 你得跟我回家 来 来 来 干杯 干杯 哎不 酒杯酒 怎么了瑞尼 有时间聊浪剧吗 瑞尼啊 两年挺快的 一眨眼就过来了啊 我记得我和你第一次在我们局里开会的时候见面 我还转了两句英语 你好直接用中文跟我对话 太尴尬了 你别笑啊 我可是去派出所里捞过你 你说咱俩这也算得上是这个 话敌为友了吧 不管怎么样你赢得了新人啊 瑞尼啊 我妈妈是一个非常传统非常保守的人 她在感情上非常细腻也非常专一 所以我觉得是时候给她个交代了 我不会让你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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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尼啊 就当是我替我母亲给你出婚了 就当是我替我母亲给你出婚了 卢老师是谁啊 围攻我是吧 有什么话你就尽管说 对谁发誓啊 我都不知道您说什么 你接着告诉我一下 准备打算聊到几点呢 我好有个准备啊 不瞒您说啊 我今天就是来要跟您打持久战的 人才呀 是这样的 我跟你说 我不是个三岁的孩子 就凭你忽悠我那几句 就想改变我的态度 你想得太简单了 我是成年人 我对我自己的抉择 有着超强自信 做出一些决定 那不是随随便便的 而且我这个人 我只要一做决定的事情 那是石头牛 二十匹马也拉不回来的哟 懂吗 年轻人 你还年轻 设施太强了 你这是干什么呀 姜我 你这投入够高了呀 起来 咱们有什么事 可以开诚不公地谈一谈 产生你的观点就行了 你这种民间的套路 咱们还是最好别用 行不行 你说你这孩子 这个节目不要用 小师你知道你阿姨 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吗 嗯 我还就不怕你这好个人 你这种民间一人 我见得多了 看来半月半还行 我真诚地希望你能绅士一点 为难别人 就等于不尊重自己 我说的你听清楚了吗 孩子 解决问题 要讲道理 要沟通 不能用这种无赖的 抢人所难的 简单粗暴的方法来处理 这种旁门左道的 咱们最好别用了 你愿意跪的啊 你跪了吧 我去买菜去 你愿意跪的啊 你跪了吧 你跪了吧 我去买菜去 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 能解决问题吗这样 你也是处长 遇到事就这么解决问题啊 你这不是相当于威胁我吗 快起来吧 阿姨 我没那么下作 把问题说清楚不就得了吗 阿姨 我跟您说得清吗 我能跟您说通吗 按您说我来了多少次了 我跟您说了多少 您听晚辈的话了吧 您答应我了吗 您太固执了 我没别的办法了 我只能用这种无能的办法了 阿姨 我答应你 你起来吧 真答应了 不是 小石你说我不答应你 能怎么着呀 来 阿姨 您要还不同意 明天我弄一横幅 我跪您楼底下 我让你们全校去的人都知道 您是多么地固执 多么自私 为了我妈 为了我妹 为了梁子的婚姻幸福 我不觉得丢人 为了我的家人 我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小石啊 其实你的这种真诚啊 已经打动了我了 你妈妈有你这么一个好儿子 我真是替她欣慰 替她骄傲 起来吧 我同意了 你起来吧 我看你这么跪着 我心里头很难受 要不然我跟你一块儿跪下 说不起 缺乏锻炼吧 是啊 这都关公室了 您能理解我 小石啊 其实你的母亲呢 她跟谁结婚呢 这都是她的自由 她要愿意她嫁一外星人 这都是她的自由 可是她要和老外继续 我肯定又不同意我儿子的事 我明白了 我再给您跪我 不是那个意思 你没听明白吗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今后呢我自己去消化 去排除我内心那种阴影 阿姨 真不愧是个老处长 说话水平就是不一样 我谢谢您了 阿姨 你吃啊 多吃点 我饱了 吃不下 又没胃口啊 没事 你吃吧 我去开门啊 谁啊 小慧 是我啊 妈 你金龟旭来了 阿姨 小林 坐 吃饭了吗 吃点吧 吃过来 吃过来 坐坐坐 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好消息 我妈想通了 说以后再也不干涉我们俩的关系了 真的 真的 你妈妈 我妈说她错了 她真不应该跟你说那些过激的话 说一定找一个时间 来家里当面给您道歉 没事 没事 只要你们能够在一起 我怎么样 都没关系 太好了 小慧啊 你陪梁子吃饭 妈去休了 妈 妈总算过了 你陪梦子吃饭 周里的空气真好 你看那个时候 我都照得真好 约你 如果我们结婚了 有一天 我走你前头了 那你怎么办呢 我去和师盒住在一起 为什么想和师盒住一起啊 因为在他身上我能看到你的影子 那要是人家不愿意呢 没事 我自己也能行 最近一段时间我老在想 要是你先去世离开我了 你希望我把你放在哪里 放在金国 在你的身边 五百年之后 是要和师盒龙葬在一起的 这是我们中国的传的 你介意吗 我当然不会高兴 甚至我会嫉妒他 但是我会尊重你 如果你和老师在一起 我就在令你们不愿的地方 就等于给你们看门吧 我今天就能办法 我很希望啊 在我们这代人百年之后 你们年轻人还能这样 亲亲热热地坐在一起 彼此和和美美地相互关爱 这样日子才有滋味呀 家庭才温馨才幸福 对不对 妈说得太好了啊 来来来 来 喝这个啊 为了大家的和睦相处 也为了诸位的健康 咱们干杯 没错 没错 太沉重了 这太沉重了 干杯 干杯 该喝酒喝就该吃菜吃菜啊 干杯 去那边 去那边啊 那个谁啊 瑞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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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啊 谢谢 谢谢 敬你一杯 来 谢谢 干杯 干杯 来 你不能喝这个 你得喝白的 你们俩这酒量我吃了 尤其是 你们俩干嘛呢 说什么悄悄话呢 你咱们说悄悄话 你们管不管啊 吃你就管 怎么不要那么乱 我跟你说啊 你今天 瑞尼 当然这么多人面了 你今天真得跟我嫂子 好好表示表示 说句掏心摸子的话吧 快快快 快点 我 我说什么 你 你先做 那你就说吧 香香 快快点 我爱你 糟了 你 下啦 快起来 notamment ículo17 语视 大家听见了吧 声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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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点声 你们别 好的 丁香香 我 雷妮 非常爱你 我要你嫁给我 好 好 部长 好 好 嫂子 嫂子 雷妮都求婚了 你也得有点表示啊 妈 你就说两句吧 想说什么说什么 大家说是不是啊 对 对 所以说了 赶紧说了 我今天 当着孩子们的面 我表个态 我觉得我遇到雷妮 是我们俩的缘分 我不想错过这个机会 我决定 我跟她走 至于什么时候结婚 我随她 鼓掌 你先等会儿 你先等会儿 我嫂子话 你听明白了吗 明白 那你今天 当着大家伙面 说你打算什么时候 跟我嫂子结婚呢 不急 什么叫不急啊 你这什么意思啊 你这 因为 我要回澳大利亚